不老女神是什么? 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却偏偏看上去和少女一样,不仅有着精致的容颜,就连皱纹,皮肤暗黄等时间痕迹,统统看不见。 让人不经意之间,真的以为有洞灵这么一说。 但是,作为圈中一位敢做敢说的宁静,在之前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 本就是半信半疑的网友,直到看完最近刘小沁以及赵雅芝的生图后,彻底相信了没有什么动灵女神,有的只是美图下的女神,生图下的大妈。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镜头前个个都是不老女神,生图下全部翻车的女星。 一,郑秀文,郑秀文今年五十岁的,她的状态是很真实,不加滤镜的。 她晒自己的后背,其实能看得出,不像年轻人那般紧致,皮肉松弛了。 虽然很多人说她健身减肥过度,瘦得不成样子了,但只要合照就会发现,郑秀文的状态太优越了。 整宇自然谁更好看,可谓是一目了然。 郑秀文还经常分享自己的运动视频,是大汗淋漓后,满脸通红的真实状态。 郑秀文瘦而不柴,她是有肌肉线条的。 最近她还获得了香港导演协会奖的最佳女主角,原生态的脸,可以扛得住大荧幕的镜头,很自然,一点都不僵硬。 如果说舒奇,陈慧玲的动灵是基因优势,那么郑秀文真的是靠自己的后天努力,保持着绝佳的状态,这背后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与汗水。 2.陈慧玲 去年12月底,陈慧玲和儿子发生了车祸,她脸上的伤口呈歪自行,右眼还缝了不少针。 最近她出席活动,两只眼睛看上去确实是有些不对称的,由于养病的原因,她也略微有些发福。 可经历了灾难的她,依旧不见老太,或许是她身上的那股松弛感,实在太迷人了。 而且,她在与其余明星的合照里,整个人的状态也是相当优越的。 要知道,陈慧玲今年也已经50岁了。 3.关之林 港圈大美人中,能和李嘉欣一较高低的,可能就是关之林了。 年轻的关之林美得像堂瓷娃娃,眼形小巧,五官大而精致,皮肤雪白,素颜拍戏也能咽压群方。 2005年,42岁的关之林拍完做头就没再拍戏,2009年更加是宣布西营。 关之林给出的西营理由是她觉得自己在镜头前已经不好看了,不愿意让粉丝看到。 反倒是退圈之后的关之林开始了脸崩之路,脸一度被拍到肿胀僵硬,苹果肌夸张。 前不久,关之林和吕良伟参加活动,她穿着一条修身的包囤裙,看得出来身材有些发福。 她的下半张脸也有明显下垂的迹象,有点显老态,状态远没有吕良伟好。 在她分享的经兆中可以看到,就算有滤镜的加持,也掩盖不了关之林下垂的眼角和嘴角,让她看起来很显年龄。 4.张晓慧 今年已经60岁的张晓慧,最近也出席了活动,观众都被她的好状态给惊呆了。 其实单看脸,可以发现她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也挺深,有些老态了。 但恰恰是这些老态,让她生动自然地保持着自己的美丽。 她的动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依旧那么优雅,脸蛋完全不僵硬。 她肯定也会做医美,但她懂得拿捏分寸,不会把自己的脸注射成一颗光滑的卤蛋。 5.林志玲,47岁,林志玲世纪肖强之后,获得台湾第一美人的知名台湾女星。 在结婚之前,林志玲也是公认的动怜女神,年过40岁,身材和脸都保养得十分好。 她的脸很自然,气质也很有魅力。 但自从和日本男星黑泽良平结婚之后,林志玲也变脸了。 本来精致的小脸上,苹果肌变得突兀,脸上有明显的肿胀感。 眼睛变小,嘴唇变厚,昔日知性温柔的气质也当然无存了。 林志玲结婚生子后,围绕在她身上的诸多传闻就没有停歇过。 最夸张的是说,她被黑泽良平家暴,假体都打出来了。 这不,林志玲晒素颜照自证毫发无损,不过是不是真素颜就不知道了。 林志玲脸浆的问题,总是时好时坏,如果是刚打完肉毒杆菌,她旧的脸看上去就会非常不自然,加再多的滤镜都没用。 可只要过了恢复期,她的甜美感又回来了。 但是,这种间歇式洞灵,如今也不吃香了,与其不断折腾自己的脸,还不如好好锻炼身体。 六,王祖贤。 王祖贤虽然在香港成名,但其实是台湾女艺人,也被称为台湾女神级演员。 在一众美人中,王祖贤的美带着几分英气,超过一米七的高挑身高,更让她气质出众,有一种洒脱的独特气质。 可惜王祖贤早早因情商退圈,定居加拿大多年,过着低调的生活。 晚年王祖贤信佛,每次亮相都给人一种人淡如菊的感觉。 退圈后的王祖贤也逃不过美人迟暮的结果,曾被拍到脸部僵硬,鼻子和眼睛,皮肤变得紧绷的不自然感觉。 近日,有关于王祖贤礼佛的照片流出,她的身形有些圆润发浮,不过高挑的身高和浓密的长黑发还是在人群中很亮眼的。 七,李立真。 五十六岁,港圈美人如云,但要说纯裕女神和性感女神,那就不得不提李立真。 年轻时的李立真,有着纯真烂漫的脸蛋和性感的身材,俘获了很多粉丝的心。 初到级巅峰的李立真,却因为几段糟心的感情经历,差点毁了自己的前途。 如今,年过五十岁的李立真,身材发福了很多,每次亮相也是朴素简单的打扮,和同龄的温婢侠相比,显得有几分大妈味。 近日,五十六岁的李立真现身街头,她穿着宽松简单的白色T恤和宽腿裤,身材发福很明显,不过她的脸看起来还是很有少女感。 八,林心如。 早些年的林心如一直有一个丫头叫的称号,因为她年过四十,还一直喜欢扮演年轻靓丽的少女,所以才会对网友这么冠名。 但是现如今的她,似乎已经不再执着饰演少女这一角色,而是在剧中大方帝展示自己真实状态,以及符合自己年龄的角色,这让一些网友对她的印象有所改善。 如果有人关注她的社交平台的话,你会发现她经常发一些她和霍建华的合照,或者是一些个人的生活照,里面大多都是素颜出镜,并且没有对图片进行精修。 肉眼可见的皱纹,加上松弛的皮肤以及不再光泽的肤色,直接暴露了林心如的现实状态。 也正是这样,林心如虽然没有重回事业巅峰,但是也有部分网友对于她的坦诚又重新粉上了她。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许晴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同时有着凹凸有致的身材。 尤其是在她之前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已经50多岁的她,不仅状态极好,同时装扮更是少女感十足。 九,周慧敏,要说响彻整个香港娱乐圈的人物都有谁,周慧敏必须是一个。 被誉为育女长门人的她,一直都是因为一张充斥着满脸胶原蛋白的娃娃脸,而被广大网友所关注。 再加上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容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也被称为不老女神。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开始流传她的生图,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慧敏的实际状态远不如精修途中的样子。 以前引以为傲的胶原蛋白,如今也渐渐流失,最终导致苹果肌下垂。 而以前非常明亮的大眼睛,也开始出现眼窝深陷的问题,这让现在的周慧敏看上去非常的老态。 记得之前周慧敏再次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除了勾起粉丝的回忆之外,最让人瞩目的就是她的容貌不再年轻。 但是,在忽略岁月痕迹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女神气质依然存在,尤其是身材上的管理,完全可以说和二十多岁的身材一样。 虽然说脸上的容颜是判定年龄的第一标准,但是身材上的优势,也是会起到减龄的作用点,但是相对于动龄,那还是有些夸张了。 十,林青霞 林青霞年轻时的美貌在娱乐圈的地位自不必说,她可以美艳,可以温柔,也可以英气。 曾有人说,就算她老了,也依然美丽。 这个美丽,指的不是外表,而是气质,事实证明,林青霞确实是这样。 年过六十岁之后的林青霞,有一段时间发福很多,加上私下不注重打扮,看起来和普通的老奶奶没什么差别。 后来林青霞又在朋友的建议下进行了减肥速身,瞬间恢复了女神气质。 林青霞也是女神中自然衰老的代表人物,她的脸上虽然皱纹明显,皮肤松弛,但十分自然,而且带着岁月沉淀的气质,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美人迟暮也不是很可怕的事情。